今天继续介绍高分医疗剧《怪疑豪斯》第31集 豪斯在赛马开始的前一秒吓得赌注 他其实并不懂赛马,他在赌骑士 那个骑士最近减了肥,速度可能会快一点 就在比赛快要结束的时候 一个参加赌马的女人突然倒地抽搐 在确认的现场的确没有专业的医生之后 豪斯只好让人把这个女人送到医院,自己诊治 不过现在的医疗小组负责人变成了腐满 女院长将接下来一个月的领导权都交给了他 被送来的女儿名字叫安妮 因为她经常出现在赌马的场所 身上还有擦伤 豪斯和福满都怀疑她是特殊行业从业者 检查结果显示,安妮有贫血的症状 血液中酒精浓度超标 福满推测,她的情况是由酗酒造成的 可以用甘素轻易治疗 豪斯却说,安妮身上的擦伤带有淤斑 不是弥漫性血管内捏血 福满并不认同豪斯的说法 如果安妮是被客人打的话 也会出现这种伤痕 卡梅罗认为,安妮患的可能是酷心式综合症 这可以解释她现在身上出现的所有症状 但福满还是坚持 安妮是因为酗酒得的弥散性血管内捏血 并为她安排的血肠规,腰椎穿刺,核磁共振等检查 豪斯则被福满派去询问安妮的病史 接受不了被安排的豪斯找到的女院长 她之前一直认为让福满做主只不过是做个样子 但事实却不是这样 福满要一直管着她三周 同样,如果出什么医疗事故的话 福满也要负责 在请问病史的时候 豪斯发现安妮并不是特殊工作者 她一直出现在毒麻场 是因为刚搬到这里,没有工作 安妮在去年的时候得过酷心式综合症 从脑垂体上摘出的一个线流 获取的这个信息的豪斯十分的洋洋得意 但福满在观察安妮脑部CT的时候 却什么都没发现 她只好强硬地让豪斯给安妮做腰椎穿刺 在做穿刺的时候 豪斯却一直找不准位置 安妮在经历了这种无望之灾后 开始血压升高 这下子腰椎穿刺彻底做不成了 但豪斯却很高兴 高血压症状再次证明了 安妮患的就是酷心式综合症 福满说 这个高血压也有可能是 安妮已经六个小时没有喝酒 出现了酗酒成瘾之后的阶段反应 其次推测 也有可能是安妮身体里 别的地方长了肿瘤 虽然这种情况很少见 但也不是没有 他们需要为安妮 做一个全身检查来确认一下 卡梅隆对于福满 突然成为医疗小组领导这件事 有些不满 他很疑惑 为什么女院长在决定这件事之前 没有问过自己的意见 其次告诉他 这才正常 因为他跟豪斯和自己都暧昧不清 豪斯在成为福满的下级之后 一直在闹别扭 他像一个发脾气的小孩子 把自己以前堆积的工作 都推给了福满 全身扫描的结果显示 安妮的一线上有一场组织 像恶性的 很有可能不能手术 只有两个月可活 安妮在得知自己的病情之后 非常平静 他询问了卡梅隆治疗的方案 签下的活检同意书 但奇怪的是 活检结果却显示 他没有一线癌 福满认为这个检查结果 再一次证明了自己的猜测 但豪斯认为自己的猜测也没有错 就在两人僵持不下的时候 卡梅隆提出的另一个论点 也许安妮根本就没有病呢 他实在是冷静得过头的 库心治综合症还有另一个解释 他很有可能再给自己注射 促肾上腺皮质激素 安妮的行为像是一种 故意捏造疾病 以求医生治疗的精神疾病 在过去的四个月内 他频繁地住院治疗的四次 但是到了这里之后 一个症状也没有出现 这也解释了他的遗线上 为什么会出现异常组织 豪斯和卡梅隆被福满派去安妮家里搜查 如果可以发现药物和注射器的话 就可以证实卡梅隆的猜测 来到安妮的家里之后 卡梅隆立马就发现了 安妮看病的提醒小纸条 这从侧面证实的他的猜测 没有正常人会一下子预约那么多医生 豪斯则发现了安妮有三个不同度数的眼镜 肿瘤压迫式神经 可以迅速地造成度数增长 除此之外 他们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东西 现在决定权就在福满手里 是把安妮送回家 还是继续做检查 都有他决定 在经过一番考虑之后 福满认同了豪斯的说法 但豪斯并没有因此感激福满 他认为这只是福满 为了避免失误做得妥协而已 G203的针对 让福满极度不满 可女院长又不肯让她让位 整个部门在福满的带领下顺风顺水 也许这三个星期的权益之际 会变成长久的定局 就在安妮准备进行 静脉裁血检查的时候 她的身体突然出现了意外 体液变成了橙色 卡曼洛对此毫不意外 因为导致这种情况的那瓶药 是她故意拉在安妮病房的 如果安妮真的患有那种精神疾病 她一定忍不住 吃了那瓶带有痙磷副作用的药 豪斯回去之后 认真研究了安妮所有的住院病例 她之前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住院 但检查之后却只有贫血问题 也许这是一个狼来了的故事 安妮有精神病史 但也真的得了再生障碍性贫血 没有正确的治疗的话 安妮会内部出血而亡 只有做一次骨髓活检 才能确定具体情况 可是福满根本不同意 安妮在被告知 自己得了精神病之后 强烈要求出院 豪斯追上了安妮 并给了她一支胰岛素和秋水仙的混合物 这会让安妮表现出所有再生障碍性贫血的症状 可如果安妮真的没有再生障碍性贫血 而是因为精神疾病吃了别的药导致贫血的话 治疗过程会杀死她 豪斯再三确认安妮没有吃药之后 给她注射的那支药剂 没过多久 安妮就倒地抽搐被人送回的医院 血液检查结果果然显示 她得了再生障碍性贫血 需要治疗这种病的唯一办法就是骨髓移植 豪斯躺在安妮的病床上研究她的毒麻表 安妮枕头上和衣物上的气味吸引了她的注意 豪斯冲进了骨髓移植的治疗室关掉的仪器 她告诉大家 安妮应该是被产气夹膜杆菌感染了 这种细菌繁殖会产生一种类似葡萄酒的气味 细菌感染人人都有 但安妮身上的瘀伤 给细菌繁殖提供了温床 这可以解释 安妮之前身上出现的所有症状 除了豪斯给安妮注射的药剂 导致的白细胞偏低 这下子豪斯之前的所作所为 彻底瞒不住了 福满告诉女院长 豪斯的所作所为完全不可取 她不是打破常规 而是无视常规 但这样的日子 福满最少还要忍受两个星期 好了 这里是老姐观影 我们下集再见了